我能说真话吗? 我很开心您提出这个问题 对于我们学设计的来说 既定历史文化的素养是尤为关键和重要的 同学学习这些东西都是在网络上进行一些碎片化的吸收 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历史的产式 所以我们学习历史文化还是应该遵循历史的本源 艺术的本源 这就是肚子里有祸 这个祸的积累它到了一定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自然的迸发 那灵感就来了 老师我的话是偏向你想要做时尚的中国 在管理的话就是联想到我是否提取云间的一个元素 就是云头 然后与我们的一个服装的一个结构上结合 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巧妙的 可以看到这个腰部它是一个把云间的类型 就是靠在腰上的 还有图案进行一个印花 我第一个就说了 这个衣服有没有中国味 这个中国味就味大还是味小 味大我就说的是经典 味小就是时尚 我们要推出什么样的浪潮 这都需要我们这些年轻的设计师 来一波一波地利用我们的文化艺术素养把它塑造出来